犬伤人事件 台南安南区一户人家的两只藏鸥 因为不明的原因冲出家门 攻击碰巧在散步的老妇人 导致对方有多处受伤 送医开刀 就连到现场处理的洞宝处人员 也遭到攻击挂彩 尽管四主不断推脱 但洞宝处还是要开罚 老妇人主拐杖要去散步 没想到才刚踏出家门 就有两只藏鸥冲出来 将他扑倒在地死咬攻击 直到救护车抵达 都不放过 好不容易讲忍送医 这两只恶犬却转移目标 重想洞宝处人员又是猛攻 热心邻居赶紧拿铁皮 当盾牌救人展开拉锯战 更离谱的是 在约两个半小时后 脏毫主人才出现还漫不经心 让邻居全都气炸了 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回 昨天晚上是因为主人不在 然后门自动不知道怎样开了 夹地区 我也在赶紧 事发的安南区 29号晚上脏毫无故攻击人 导致富人左侧头部手脚都受伤 开到住院 动保人员左手也挂采 尽管四主便称不在家 但没关好自家宠物 就是要罚 仍然还是属于疏尸 这个移动保法是可以罚3万到15万 只是类似事件层出不穷 同样在台南预警区 也有两只比特犬闲逛攻击 不仅人心惶惶 还有其他人的爱犬被咬死 攻击性品种的犬资 外出都要以1.5公尺 神链以成人来牵引 佩戴那个透气的嘴罩 毕竟身为主人 本来就该将自家宠物管好 若缺乏管教任其商人 未免诱失责任心 记者台南综合报道